你看看我这蛋炒饭 我说我回来怎么也能给你做点饭 做点什么菜吃 好呢 你能给你做点饭吃 你还不愿意让我回来 要吗 真奇怪 我把那 对呀 你说我在家给你做饭吃多好 你胃就不疼了 那你还烦我不愿意让我回来 我怎么能活呢 我看出来了 花椒树我一连买了两年 栽了两年都没栽活 花椒树不摘呀 你说吃不多少 你吃不吃多少摘一点 是不是你摘上了 是不是还能吃到点 摘的时候它也好看呢 那圆子跟它咸的干嘛呀 摘个花椒树吧 怎么还能不用呢 那要是听你的这圆子里 什么花大银河树啊 啥树也没有了 就是一圆子草了 我可不能听你的 多好好真整整 加点茶 上下边淡回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木子阿姨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黄花鱼 用肉炒了个黄瓜 奇葩公司的那种回来 早就吃晚饭进屋了 我这是喝杯茶水 准备到园子里去干点活 看看现在是几号 4月8号快12点了 奇葩公司的那种水浇 这除了可真好啊 一点风都没有外面 真暖和 让你们看看我家的小园子吧 这一大堆竹子就不用看了 经常看 看看它吧 多有意思啊 这长了一棵大菠菜 一会儿回家 我就给它薅酒啊 可以做个菠菜汤喝了 再看看这棵花啊 有没有认识的 这叫什么花 有认识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我会回复的 看看这菇豆 这么大了 这棵花开花最早 并且很漂亮很漂亮的 看看啊 这还有一棵 这棵可能小一点 但是也打菇豆了 看看这菇豆放粉了 这边还有一棵 我过来看啊 顺便看一下这棵玫瑰 这棵玫瑰也不错 它长得挺壮实的 我说为了让你们来看看它 它们都是一个品种的 但这个呢 长得有点瘦小 但是也还好 因为它在这棵桃树下面 是受影响的 遮阴嘛 看看这个小桃树的花 桃花马上就要开了 正在含苞待放了 这个小桃树 今天被我剪姿 有点剪狠了 看看这枝头上的花 哇 好漂亮 看看我身后这棵苹果树吧 这棵苹果树是我去年春天摘的 这个叫亡林苹果 看看这堆虫 是去年秋天埋到这过冬的 成了发芽虫了 看看这根前这棵苹果树 这是什么树 有认识的吗 这是樱桃树 大樱桃 我这园子里面大樱桃还不少呢 看看这也是一棵大樱桃树 这都是去年栽的 看看这花苞 不少的花苞 再看看这边 这边还有个苹果树 我买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个苹果树叫富士 他说叫什么寒树啊 那这个苹果树的这边 这还有一棵树 这棵树可好 看看这小牙 看看这上面啊 这上面的牙 上面那个头被我 今年春天给打掉了 它长得太高 树头被我打掉了 这是一棵苹果梨啊 谁知道它能不能结呀 种着玩呗 看一下我这棵大的樱桃树啊 在这儿呢 这棵大对吧 看看这大花苞 我感觉现在园子里的这些树 都被我剪子给剪大了吧 看看这花苞 这还有棵大樱桃树 就不过去看了 让你们看看我这几种韭菜吧 一二三 这四种韭菜 看看这都多高了 都搭了了 早都应该割下来吃了 这是头岛韭菜 这奇葩公在家 宁可吃咸菜 也不下来割这个韭菜吃啊 谁知道奇葩公宁可吃咸菜 也不下来割韭菜吃 这是什么原因 谁知道 评论区告诉我哟 这个菜肯定有认识的 看看 就扣着个小牙齿多好 你们知道这什么菜吗 这还有一颗 看 这还有 好多呢 这韭菜地里 看看看看 好多好多的啊 看看这还有小牙 这都是我特意留的 看 这个小牙 没知道这是什么菜 那 小牙 看看这还有堆树枝子 一会儿我都得给它抱扔了 看看地下还得滑了滑了 这些活根本止不上奇葩工 顺便看一下我栽的香榛树 看看多高了 看看这芽哪棵树上都有 这一排 这上面全是香榛芽 过两天就吃香榛芽了 很快 看看这全小芽 看看这小芽 这都是 看看这全都是香榛芽 看看这么多的香榛树 但是我吃不了几棵 都是给别人种的 奇葩工懒得也不过来摆 我也不在家 也看不住 行啊 谁吃都是吃啊 吃吧 我也就是种着玩 哎 让你们看看这棵花吧 是前年我在山上挖回来的 哇 这棵小花真好啊 刚挖回来那年不行 还带使不活的呢 我还担心它能不能活 看看这花咕咚 都是黄色的 可漂亮了 开了 哎呦 金黄金黄 一担心 一担心 这棵花 都不是 黑我 都不是 这棵花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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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